我被蚊子咬了 我没有味觉了 伟大的石神为了保护大家 前进研究神秘新菜 我要唤醒大家消失的味觉 快把药喝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家大狼被蚊子咬了 没有味觉了 我这吃啥都没味儿 啥啥也吃不下 给我心疼的呀 我就到处搜罗蜜蜂给他吃药 将吃好他的味觉 吃吐了也不见好 别哭呀 这样我给你做个爱心西瓜糖 肥生活加点甜嘛 石神归位 准备好一个西瓜 去年将西瓜皮剁碎成小块 加入白糖 放入冰箱冷藏 放入西瓜皮 放入几片薄荷叶 煮的过程中要不停减拌 直至成为精壮 爱心西瓜糖 快尝尝吧 真是太好吃了 入口清凉 有油痰痰 还有薄荷的清香 我尝出味道了 我恢复味觉了 吹饼 独家秘制五大郎吹饼 感觉我的声音更洪亮了 谢谢你啊宅猫 多亏你 治好我的味觉 不然 我还得再吃药 别怕 有我在